接下來王畢生一定要下台 一定要下台 為什麼 不是 王畢生已經失職了嘛 第一個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食安事件 那臺中市政府 他驗出這個豬肉裡面 有這個西布特羅 那就是依法就是要公布 那結果其實 其實臺中市政府也是非常的謹慎 他總共驗六次嘛 十五號驗出來 到二月二號才公布 中間經過不斷反覆的驗證 然後公布了為什麼 因為這種食安問題 反正就是料敵從寬 應該要從嚴嘛 那提醒大家 如果有吃下肚的話 要趕快想辦法 不然就要溯源嘛 然後還在上架 還沒被買走 要立刻下架 這本來食安就是這麼嚴重的事情 結果王畢生他作為 算是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的上級單位 衛福部 他掌管全國食安 他沒有去跟臺中市政府站在一起 去顧搭食安 反而把他變成政治鬥爭 你看他講什麼 他說臺中市政府不謹慎 然後他說 他特地隱色 他說臺中有一少數 就是有雄心大志的人 領導者 雄心壯志的領導者 有雄心大志的領導者 然後這考驗你危機出現能力 你是衛福部次長 這話是你應該講的嗎 你到你是選舉的八言人 你是在 你在已經扯到二零二八的總統選舉了 你是衛福部長 衛福部次長 所以這個他是完全失職 好了 那可能王畢生他心裡 你還有一絲的這個這個這個想想想想想想想法就是說 那那我們來驗驗看啊 萬一是零的話 要給你給你盧秀燕難看啊 結果今天只要數自己的儀器 自己的方法 自己也驗出來 有希布特羅也是有啊 那你王畢生你怎麼說 那現在就是有嘛 那現在有的話就已經排除了實驗室污染 或者是你在操作上面的一些失誤嘛 那就代表說不管是飼料端 飼料或養豬過程或屠宰過程或運送過程 有被不管是污染也好 或者有吃也好 就是有問題嘛 那肉裡面就是有瘦肉精嘛 那人家吃下去就是會影響身體嘛 那你王畢生怎麼說嘛 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沒有看到王畢生站在食安的角度 為人民說話 他只有一直站在台糖的角度 為台糖說話 那還支持台糖去告 那台糖趕快去告 也要告食藥署 為什麼 因為食藥署驗出來的也有希布特羅 所以你也要去告食藥署 不是只有告盧秀燕 我主張去告盧秀燕 我也不知道他要告什麼 那你也去告食藥署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就只有政治鬥爭 那我覺得王畢生已經嚴重失職 因為他作為一個食安單位的一個主管 這樣子做已經失職 必須下台 為他這段時間言行負責 為他的失能負責 而且他竟然出國 你不知道今天要公布結果嗎 你跑出我幹嘛 是畏罪潛逃嗎 你是知道說可能結果最不利 不然的話你今天 你之前一直在第一線 一直在針對這個事情指三道四 那今天結果出來 大家就要找你 不然為什麼這個結果出來 大家不是找薛樂園 是找你王畢勝 就是因為你前面一直搶戲啊 一直在第一線當打手啊 就現在大家找你的時候 關機不見了 臉書還關留言 不讓人家去留言 這我覺得就是畏罪潛逃 搞不好就知道結果對自己不利 先跑了嘛 那麼巧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 衛福部一定要給大家一個態度 這個真的太扯了 食安問題被搞成政治問題 然後犯錯還不盜竊 還不下台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可能都要說一句話 畢竟他是民進黨主席 未來是總統 OK 請問這件事情有政治操作 或是在進行政治鬥爭的 這樣重復衡嗎 而王畢勝需要做到 剛才議員是他們所講的那些嗎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 是要先釐清 到底我們現在怎麼處理 這些肉品的事情 也就是說現在馬上過年了 現在大概大家對於過去台唐這些肉品的 台唐是有口碑的 對 是有口碑的 現在大家在講說 為什麼會認為這件事要那麼慎重 當時候其實現在這個國民黨 反正只要有講話的人 現在都要被拉出來毒打一頓 像偉莫名其妙 我們當天其實開記者會所講的 就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你今天台中市政府 因為我們2月5號開記者會的時候 是剛好這個前一天 這個台唐把所有45項的一個檢體 全部送從所謂的這個毛髮 然後還有肥料啦飼料等等 全部都一致 還有同批的肉品 全部送送供45種的一些抽驗 然後到我們相關的實驗室 然後都沒有問題 好 然後怎麼會中央說沒有問題 然後同批有問題 所以當下我們開記者會說 那麼是不是要請台中市政府 要公開公佈那2月2號 因為他是2月2號 這個發布新聞稿的 那2月2號那些所有的資料 那還有他的原簡體 如果說你這樣子很奇怪啊 為什麼我們都以為說 這個當時候農業部也好 或是我們這個台唐 甚至食藥署 他們相關一個平臺所做的部分 應該是用原簡體 可是當時候他們手上是沒有原簡體的 他們只有用同批的 因為台中市政府 並沒有把資料給他們 把原簡體給他們去做複驗 所以在2月5號下午 台中市政府當下才說 他們會把原簡體給食藥署 不會服務食藥署 然後食藥署也在傍晚的時候 這個對外說有收到檢禮 會立刻趕快來做一個檢驗 然後公佈 好 所以表示我們當下給的要求 是有做到台中市政府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所說說 台唐如故你一直都說 我就沒問題 而且他們的公會 當然台唐是有口碑的 可是這件事情驗出來 就是有驗出來 沒錯 那到底這玩意要什麼來的 因為他們的公會講 你聽邏輯上是合理 他們沒有什麼動機要去加這個 沒錯 但就算邏輯合理 那就是驗出來 就驗出來 所以我們當中說 你在2月5號開始的時候說 你台唐既然你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台中市政府說你有你有你有 那你如果依照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認為自己沒有 你就輸出法律通訊 因為你影響到生育 所以我們當時是做這兩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為誰護航 那今天這個部分已經確實 原檢體 我再次強調 現在是原檢體 原檢體所驗出有0.001ppm 好 這沒有什麼樣可以去解釋 因為這是你食藥署 的一個檢驗出來的結果 你食藥署要不要對外正式說 不是台唐再去發那種莫名其妙的新聞稿 我必須說 你繼續再發這個莫名其妙新聞稿 現在是說你為什麼會有 本來應該是沒有 就像你原始講的 我沒有動機 大家就相信你沒有這個動機 不會那麼笨啊 你有這個動機去加這個東西嗎 而且怎麼會你說同批 同批就是說 在2月4號所公佈的那個 就是同批的肉品 就是除了這一塊 除了這個原檢體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沒有 然後這個原檢體 確實有0.001ppm 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要檢討的 不是誰下台不下台 這個絕對是之後要去檢討的 可是不是現階段 現階段是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現在民眾所擔憂的是 我這樣我吃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 大家會煩惱啊 而且我必須說今天 今天已經是上班的最後一天 對啊 你所有的動作 你都沒有辦法來五天休息 休息之後 那怎麼辦 這包括小年夜除夕 然後到初五 等於是七天了 這七天等於大家 是不是在這個恐慌當中 我覺得死藥署應該更有所作為 在這個部分趕快去做處理 趕快去對外說明 台糖也趕快對外說明 不要再發那個莫名其妙的新聞稿 那個人民沒有感覺 而且也不能接受 而且我必須說 大家會有一個失落感是 大家對台糖的一些品質 是覺得是有可靠 而且有保障的 可是現在出現這個東西 該怎麼辦 你應該跟大家所有的消費者說明清楚 OK 聽被委員今天講話 跟民進黨之前前一天講話 完全不一樣 我非常樂見 終於開始重視人民的時間 沒有不一樣 我們二月五日講的就是一樣 那你覺得要不要 台糖要不要告食藥署 因為食藥署驗出來 也有0.01ppm 要不要告食藥署 我覺得該告的 如果台糖 沒有 如果台糖 我說的 如果台糖一直認為說 我就沒問題 我就沒問題 你們帶的風向 所有的都應該是這樣 你們之前帶的風向 你們常常都覺得說 無限故意 你要去看我們當天 為了自己的大位 故意在正式操作 你們之前都這樣講 沒有沒有 那不是我講的 那不是我講的 也有啊 民進黨 民進黨的風向 都是這樣 你今天講話 是我聽到唯一不一樣 你去看我的記者會 我延續性都一樣 那你的同事講的 都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你不會賴在我的身上 民進黨 對不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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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